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Jessica 為了避免在美國被禁或被迫 與中國所有者剝離的命運 流行的短影片社交媒體平台TikTok 與中國母公司截至跳動 2022年註冊在華盛頓進行遊說的費用 高達590萬美元 2023年TikTok的生存之戰更加艱難 該公司更加是重金禮聘 請了數量驚人的 經驗豐富的華盛頓高端稅客和公關公司 為了準備3月23日美國國會聽證會 TikTok還僱用了一大群 前國會議員或現任重量級議員的前助手 幫助TikTok執行長周壽之 提前進行聽證演習 儘管如此 TikTok和周壽之仍無法抵擋兩黨國會議員 在會上輪番譴責和不信任的猛烈攻擊 令TikTok對美國國會的游說行動失敗 生存前景明顯暗淡 根據披露的報告 單單在華盛頓 就有大約30多位在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 為節制跳動和TikTok游說美國聯邦政府 其中包括美國的前參議員和前眾議員 據政治新聞網站調查 TikTok召集了一支具有政治經驗的游說大軍 向美國聯邦機構施加影響力 其中一些著名的稅客包括 互聯網協會前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邁克爾·貝克曼 谷哥的前頂級稅客 也曾經是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 和郭登布朗的顧問西奧伯特倫 美國前國家反恐中心的主任 現在是斯卡頓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邁克爾·萊特 曾任參議員多數黨領袖特倫特、諾特等 二年四十歲的新加坡商人周壽之 在2021年獲任TikTok執行獎一職 也是節制跳動廣泛遊說策略中的一個環節 TikTok還聘請了位於華盛頓DC的兩黨顧問公司 Crossroads Strategies 根據公開的記錄 自2020年以來 該公司從TikTok獲得91萬美元的報酬 最近幾個月TikTok還終於成功聘請到SKTK 這家公關和公共事務公司擁有強大的民主黨 效友網絡 其中包括拜登政府裡的高級人物 該兩位熟悉該公司的人士向政治網站透露 該公司在2020年競選期間 曾拒絕了TikTok的初步建議 因為擔心TikTok和中國政府的關係 在2020年夏天SKTK還指使其員工 從手機中刪除TikTok 以作為安全防禦措施 現在 在TikTok面臨生存危險的時刻 SKTK同意幫助TikTok 就政策問題進行溝通 而SKTK的創始合夥人之一的 安尼塔·鄧欣 現在是白宮擔任拜登的高級顧問 根據白宮的道德政策 他目前是被禁止參與涉及SKDK的事務 但是 2023年2月初在拜登發表國情之文演講之前 鄧欣曾在白宮公眾參與辦公室主辦的 女性社區參與更新會議上指出 TikTok是一種有影響力的消息傳遞工具 並告訴預會者們 白宮希望人們在社交會體上炫耀拜登政府的成就 鄧欣表示 白宮當然不能使用TikTok 但是他建議 如果預會者中有人是TikTok的用戶 這樣他們應該可以在TikTok上 分享拜登總統講話的部分內容 白宮發言人安德魯·佩慈表示 鄧欣的言論反映了拜登政府多年來公開支持的觀點 就是 我們與外部支持者合作 在包括TikTok在內的主要社交媒體平台上傳播我們的信息 不過 白宮拒絕回答有關拜登政府和TikTok的其他問題 包括拜登政府是否認為TikTok故意聘用了拜登有關聯的顧問 以及鄧欣是否知道SKTK決定為TikTok游說 TikTok還聘請了另一家拜登的政治網絡有關聯的公關機構 FGS Global 以及兩黨都有強大關係的公共關係巨頭公司 愛德曼 3月23日國會聽證會的結果是 立法者們仍然對TikTok的自我辯護不買帳 據政治分析 TikTok在華盛頓的遊說努力中有一個巨大的優勢 就是它的產品非常受歡迎 一位熟悉TikTok戰略人士表示 在同國會山的民主黨人談話中 TikTok私下將該應用程序的禁令被作為禁酒令 美國在20世紀初取締了酒精 但禁酒令只持續了大約14年 因為這些引起了選民的強烈反對 美國有超過1.5億用戶在上癮地 享受著TikTok具有催眠般效果的界面 這些相當於一半的美國人口 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13至17歲的美國青少年 有67%在使用TikTok 其中很多人可能會在2024年總統大選和國會大選中投票 TikTok目前在華盛頓的最大希望可能是 激起其龐大用戶群的足夠憤慨 令民選官員甚至總統暫停在2024年全國大選 前夕打擊這款應用程序 兩黨立法者中確實有人也有這種擔心 但當TikTok的華盛頓團隊最近和新一屆眾議院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人會面時 無法令到議員們相信TikTok可以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 來保護美國人的數據免受中國共產黨的侵害 民主黨籍眾議員拉耶克里希勒莫提出說 共產黨最終能夠訪問用戶數據 並控制算法和平台上的潛在內容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3月23日的國會聽證會後 白宮重申兩黨提案限制法的支持 該法案將賦予美國商務部權力 可以禁止會威脅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外國技術 這些也是國會禁止或限制TikTok的幾項立法提案之一 TikTok也同時對歐盟發動了強大的遊說攻勢 但就在TikTok略感歡心不到一個月後 歐盟委員會在2月23日宣布 禁止其僱員的工作設備上使用TikTok 這個消息不僅使TikTok感到震驚 更是在歐盟引發了骨牌的效應 歐盟理事會在歐洲議會信出訪校 包括比利時和英國在內的各國政府也紛紛訪校 許管TikTok應用程序仍然無處不在 但他在美國和歐洲同時受到圍堵的勢頭已經形成了 他在美國受到全面禁令的前景也變得越來越接近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程文的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點讚 請記得訂閱點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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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